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你有没有照过X光呢? 其实今天照X光是很普遍、很平常的 X光的作用就是让医生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区学里面 到底我们的健康实况是怎样 有没有蛛牙呢 我的肺有没有受感染呢 有没有骨折呢等等 当我们看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时候 其实在那里有七章不同的X光片 让我们看到在第一世纪末 在小亚世亚这七间教会 在他们繁忙的活动背后 他们的实质是怎样 在启示录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主耶稣就和使徒约翰说 你要写信给以诛所教会的使者 有解释说这里讲的使者 是指教会的领袖 当然其中的教导 也可以是应用在当时的信徒身上 主说 告诉他听 我知道你的行为 知道你的忍爱 你的奴夫 并且你是不能够容忍恶人 也都曾经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 试出他们是假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 所以你要回想 到底你是从哪里聚落的 并且要悔改 行你起初所行的 你也要写信给师妹拿教会的使者 告诉他听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但是其实在属灵上面你是附足的 我也都知道 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对你的位旁 你们虽然受苦 但是你们不需要害怕 撒旦甚至要将你们有一些人收监 你们要受患难十日 但是你要自死忠心 这里讲的十日 是代表了一个有限期的短暂的时间 在这里主耶稣勉励信徒说 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们都要自死忠心 接着主又告诉使徒约翰听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 告诉他听你的居所其实是撒旦的座位 这里所指的是 在别加摩有很多拜偶像的妙语 而主叫约翰勉励别加摩教会的使者 虽然教会当中有一些殉道被杀的弟兄 但是他仍然能够把持住主的名 不过有一件事主要责备他 就是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 这里是引用了旧约巴兰先知 如何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 去行奸淫 来说到别加摩教会 有人跟随了尼哥拉一党的异端 所以他们要悔改 接着主就对使徒约翰说 你要写信给推瓦推拉教会的使者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并且你后来所做的比先前所做的更多 就是说他有继续的掌进 但是有一件事要责备他的 就是他容忍那个自称为女先知的耶洗别 这里是引用了旧约那个忍有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皇后耶洗别 来说到在别加摩教会出现的假的女先知 到底这个女先知 他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耶洗别呢 其实是无从稽考的 在这里主命令使徒约翰去责备别加摩教会的领袖 他容忍这个假的女先知 去教导和引诱神的伯人 去行奸淫去食拜偶像的食物 而主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假的女先知 和跟随他的人 而至于那些还未跟随他的 要继续的持守 直等到主回来 当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 让我们学到起码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课 第一个就是无论我们外面做多少的事 外表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那个的心 到底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问彼得话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神所要的不是我们的牢碌 不是我们表面上所做的一切 而是我们对祂的爱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到主耶稣强调 我们要忠心 不要跟着这些异端 或者说其他的引诱试探 来到被牵引出去 反而要致死的忠心 当我们将启示录第二章这四间教会 摆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 就是无忘初心 今天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多少的引诱 有多少的试探 有多少其他的声音 要把你拉到这边 拉到那边 但是让我们不要在忙碌当中 在所有外表的活动里面 而忘记了我们对神那份的初心 愿意我们继续坚守着我们对神的爱 和对祂的忠心 当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 愿意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好像照一张熟灵的X光片 检视一下我们对神的心到底是怎样的 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的承诺 要重拾对祂起初的爱心 并且要对祂致死忠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